连续举办第五年的文仓家具街设计生活节 即将在这个星期六日登场 活动当天除了有上万元的家具用品特卖999元之外 整个11月份上百家店联合推出促销优惠 部分商品6到85折不等 最近有想要购买家具用品的民众 不妨到文仓家具街走走逛逛 文仓家具街即将在11月2号到3号两天 举办设计生活节活动 20多项上万元的各式家具用品 全部下沙特价999元 其中这款原价6万8千元的英式公爵主人椅 是最高价的单品 11月2号当天特卖1000元有找 要让民众买到物超所值的家具用品 幸福999部分原价的部分 大概有的都要1万多块钱 万元以上的啦 大部分都是万元以上 甚至有6万多块的一张单椅 英式的单椅 非常典雅的一张单椅 也是卖999块钱 要如何挑选家具用品 文仓家具街里市长刘松雄建议民众 要眼见为平 例如跳沙发 要亲自试坐 看看软硬度是否适合自己的喜好 接着要用手去触摸沙发的材质 不管是座椅的车工 缝线等小细节都得留意 每样家具用品都相当个人化 亲眼看 用手摸 认真问 才能够买到最合适的家具 以沙发上来探讨的话 它可能需要你去试坐 它的柔软度 它的倾斜度 是不是符合你的需求 有的太软不适应 有的太硬 它不舒服 所以很多部分上 可能要去试躺试坐 尤其是在床垫的部分 它可能要躺了以后才知道 是不是符合你的需求 所以刚强调的 要看线品 千万不要只有看到一个目录就好了 各式量家具用品客制化 是文仓家具街的主打特色 因应不景气 上百家商店整个11月份 部分商品促销价6折到85折不等 11月2号3号设计生活节当天 到特约店家消费满1万元 还可以拿到摸彩券 人人有奖 有购买家具用品需求的民众 不妨前往文仓家具街寻宝 享受多重好康优惠 中佳台北新闻李一如财富不等